这是极易攻下悟空所能达到的最强一拳 可轰然爆发后看到极连只是单手就将之挡下 以耗尽体力的悟空毫无抵抗能力被狠狠轰飞 但幸好极连并没有追击而是高傲的原地冥想起来 而穷途末路的悟空恰好遇到弗利萨 本以为就要玩了但乱乱想不到弗利萨还记得那每颗星石悟空的试试 本着有戒有环的原则他也将一丝气愤出 但不等悟空继续恢复卡里弗拉就来上门来挑战 他要从和悟空的战斗里寻求变超三的方法 战斗一开始连超赛都变不了的悟空是节节败腿 但毕竟身经百战的他有着高超的战斗技巧很快找到节奏 识别的卡里弗拉不服再次冲击 悟空精确地计算着距离并观察着行动和呼吸 再次成功抓住破绽战战得上风 一件不妙像怕赶紧命令卡里弗拉避战 但卡里弗拉可不会听他的他只要痛口 再次冲击间终于进步完美后撤躲过攻击并成功打到悟空 但不等他得意悟空的招式还多着 残象拳瞬间施展将他围住 没见过的卡里弗拉直接慌了胡乱攻击起来直接被一脚踹飞 卡里弗拉体内有很大潜能在和悟空的战斗中快速进步 见到自家队员又行了墙头草项 他又开心欢呼加油 恢复些体力的悟空终于可以变身超二 同时超二形态卡里弗拉显然弱很多 但绝不能小瞧他的潜力可以看到在强大压力下 他在以极快的速度进步 随着体力恢复悟空再次将其提升 卡里弗拉也同样毫不适 两人的战斗简直酣畅淋漓火天灭地 悟空也越来越兴奋嫌不够于是喊上一旁的凯尔一起上 凯尔巴布的和姐姐共同作战直接变身进入状态 二对一并不像一加一那么简单 悟空一开始就被全面压制 但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极限锻炼毕竟最终目标可是激烈 凯尔和卡里弗拉默契师族联合打出光波 紧急之间悟空赶紧爆弃将两个光波挡下 下一秒光波发生剧烈爆炸烟雾弥漫 而烟雾散去后电闪雷鸣的超三悟空出现 不过没等卡里弗拉兴奋下一秒悟空就再次回归超二 因为超三实在是太费体力 这不由引来卡里弗拉一阵吐槽 而剑姐姐这么想提升实力妹妹凯尔可不想落后 因为那样就不能和姐姐一起作战 于是她直接挤压力量变身起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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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YK